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 法西斯野心勃勃 杀戮残酷而血刑 同盟国力挽狂澜 抗争无畏而坚韧 剥开浓重的历史音韵 还原尘封的战场真相 百战经典气力节目 真实二战 日军即将向美军发动攻击 凌晨四点 瑞赫号航母上的日军飞行员迅速集结 在指挥官渊田美金雄的带领下 全体飞行员用清酒摇进天皇 山本五十六命令渊田美金雄率领部队 偷袭美军的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 山本五十六命令渊田美金雄的战略 山本五十六试图重创美军 从而扫清日本征服太平洋的障碍 原田美金雄对那场战斗记忆有心 我们突袭珍珠港成功后 发挥了糊糊糊的密电 突袭过后 美军共有两千五百名士兵死亡 一千两百名士兵受伤 而日方仅牺牲了三十名飞行员 美国上下震惊不已 人们再也不反对国家投入战争了 日军没有在夏威夷登陆 也没有攻下珍珠港 他们只是炸沉了一部分美军舰船 而且是已经过时的战列舰 航空母舰对于海上战争的胜利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珍珠港的三艘美军航空母舰 当时正好出巡 所以逃过了一劫 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美日关系剑拔弩张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 德拉诺罗斯福 早已料到日军会发动攻击 但却没想到 其空军部队能将魔掌 伸到五千公里之外 第二天 罗斯福在国会发表的演说 昨天7月7、1941 一日军会发生 一日军会发生 这是一场没有宣战的偷袭 同一天 日军袭击了中国南部城市 香港 随后又炸毁了美军 在菲律宾的空军基地 并在巴丹半岛登陆 日军在中国取得立足点后 又入侵了缅甸和马来半岛 抢夺橡胶 侵略荷兰殖民地苏门达腊 找挖岛夺取石油 进而威胁到了印度和澳大利亚 他们还侵占了法国殖民地中南半岛 1940年法国沦陷后 维西政府无力反抗希特勒的要求 将一些空军和海军基地 让给了日本 为了打击日本 美国切断了对日石油供给 并冻结了日本资产 经济制裁促使日本发动了战争 日本是一个人口过密的岛国 自然资源匮乏 但发展迅速 所以日本决定通过武力 抢夺稀缺的原材料 日本将自己的海军 打造成了世界上第二大舰队 航空母舰不下十艘 战斗机也非常精良 比如零式战斗机 它在速度 灵敏度和射程方面 都优于同盟国的战斗机 两百万士兵怀揣着一个信念 誓死效忠日本天皇 御人天皇是日本的第124位皇帝 这位天皇颇具学者气质 钟情研究海洋生物学 他为国民视为天神在世 在神权的庇佑下 他发动了战争 日本军队在中国进行了 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 共有30万中国人遭到杀戮 而后日本趾高气扬地 进入了北京的紫禁城 日本天皇是国家元首 但不是统治者 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首相东条英基 和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手中 这个组织通过当地的宪兵队控制国家 他们利用广播宣布 即将对美国发动战争 这些在早饭时间 从中南半岛起飞的日军飞行员 正在寻找前来保护新加坡的 两艘英国战略舰 他们分别是战斗力薄弱的反击号 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 当时最先进的战略舰 威尔士亲王号 不到一个小时 两艘战舰均被炸成 就在这一天 英国失去了制海权 第二天 希特勒走进了柏林的国会大厦 召开纳粹头目特别会议 自从珍珠港事件和日军对美宣战后 希特勒一直在等待罗斯福对德宣战 但他白白等了四天 希特勒认为 支持日本可以利用东京完成一项 尚未完成的任务 打击苏联 可德国将领不这么认为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福 试图劝阻希特勒放弃这一计划 但希特勒不听劝阻 一意孤行 执意宣布对美开战 他说 我们知道罗斯福背后的力量 就是犹太人 我很感激德国人民 受命于我去领导这场 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争 他将决定未来一千年的世界历史 英国首相丘吉尔火速赶往华盛顿 这一刻他已经等待了两年 罗斯福希望大家明白 他曾竭尽全力想要维持和平 可如今这场战争 已经演变成了一场世界之战 丘吉尔此时有着更强烈的感觉 丘吉尔严重低估了敌人的实力 日军占领香港仅仅用了几天时间 有着日军龙梅尔之称的山下凤文 派遣坦克部队穿越马来半岛的丛林 他占领了大英帝国的珍珠 新加坡 这里曾被视为最难以占领的据点 山下凤文还下令 要求两万七千名俘虏 整齐排成长长的队列 供他检阅 这一举动无疑是对战俘最大的羞辱 1946年 山下凤文因为二战中犯下的罪行 被判处绞刑 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俘虏 大都因为饥饿 热带疾病和虐待而死 他们被迫帮助日军进行侵略战争 为日本修建铁路 其中就包括修建臭名昭著的桂河大桥 英国人路易斯波姆 在新加坡沦为俘虏 他回忆道 日本人瞧不起我们 不明白我们为何不切腹自尽 当时菲律宾被日军重重包围 罗斯福下令美军指挥官迈克阿瑟撤退 从而保证其顺利妥身 迈克阿瑟将军抵达澳大利亚后 说了一句话 我会回来的 三万美国步兵带着1917年的旧头盔 沦为了俘虏 一同被日军俘获的 还有三万名菲律宾人 他们被赶往一百公里外的集中营 这就是巴丹死亡行军 幸存者西德尼斯图尔特回忆道 我们十天十夜没吃东西 经常挨打 那些没力气走路的人 守卫会用剑斩下他们的头 杀了他们 日军的行事方式 与他们的思维方式 特殊文化有关 他们无法容忍士兵投降的举动 日本士兵从小就遵循武士道传统 学习如何杀人 如何被杀 日本帝国海军军官冤田三井说 武士道就是武士的道德规范 武士道就是忠义誓死效忠 藐视死亡 然后毫不留情地杀掉敌人 藐视身体的疼痛 藐视卑微的死去 武士道精神就是一种死亡的艺术 尽今五个月 日军就摧毁了同盟军的远东力量 征服了一半太平洋战场 日军的闪电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东条英机和天皇第一时间收到了捷报 人民欢呼雀跃 天皇全家还特意在公众场合庆祝胜利 路斯在伦敦有个小花园 他的父亲经常对他说 虽然太平洋传来了坏消息 但是一切都会好的 每次飞机从头顶飞过 父亲都会安慰他说 那些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 615空军中队负责保护伦敦 丘吉尔是该中队的名誉队长 他手下的飞行员中 有英格兰战役中的幸存者 以及比利时人 波兰人 捷克人和法国人 戴高乐非常器重615空军中队的士兵们 因为这些飞行员中的部分士兵 是最早追随他的一批人 此时他们正在法国上空英勇作战 第一个目标就是德国 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战略上达成一致 于是丘吉尔组建了一支航空机队 并受命人称轰炸机的哈利斯将军 担任指挥官 哈利斯宣称要摧毁敌人的士气 破坏敌人的工厂 打击敌人的工人 他相信凭借四引擎哈利法克斯 和兰开斯特轰炸机一定会获胜 这一计划因为耗费兵力 并且会给平民造成巨大灾难而遭到了批判 但他的确重创了德国 1942年3月8日 德国城市埃森遭到轰炸 德军在苏联使用的武器就是在这里生产的 丘吉尔下令轰炸埃森 是为了援助斯大林 此时德国人开始仔细权衡 希特勒政策的利弊 纳粹帝国展开了惨无人道的疯狂杀戮 1942年1月 在柏林附近举行的万赛会议上 希特勒 戈林 希姆莱及其助手海德里希 经过商讨做出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决定 实行最终方案 也就是对欧洲犹太人进行大屠杀 海德里希来到了巴黎 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将法国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 然后将他们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罪孽深重的万赛会议令无数犹太人丧命 无辜的犹太人被骗去淋浴 可实际上迎接他们的是致命的毒气 亥人听闻的大吐沙开始了 种族灭绝 愈演愈烈 欧洲大陆被德国占领的地区陷入了极端的平均 各种物资都是按量分配 德军像寄生虫一样霸占了所有资源 这些孩子的父亲是德军的俘虏 如今都被关在战俘营里 在这场世界大战的初期 由德国 意大利和日本组成的轴心国 在各个战线占据优势 纳粹国防军占领了三分之一的苏联 日本帝国海军控制了太平洋战场 德国的潜艇在大西洋肆意妄为 事实上 德军最危险的武器是潜艇 1942年的上半年 德军潜艇共击沉了400万吨的同盟军船只 德军炸毁了大批盟军邮轮 以及向弹尽粮绝的英军输送物资补给的飞机 美国加入了世界大战 但战争形势似乎依旧十分严峻 世界正遭受严重破坏 斯特凡·茨维格是一位背景离乡的澳大利亚犹太人 绝望中他选择了自杀 并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找不到共同语言了 我的精神家园欧洲即将毁灭 我想最好趁现在就结束生命 知识分子有着最纯粹的快乐 个人自由才是最美好的东西 然而德军潜艇士兵却认为 这是一个黄金时代 称美国海岸为乐土 他们甚至通过前望镜 拍摄下了灯火辉煌的纽约 美国报纸和电台疯狂报道 德军即将空袭美国的消息 可实际上德军尚未打算展开远距离行动 其实真正有可能袭击美国本土的是日军 他们极有可能对美国西海岸发动空袭 突然之间12万日裔美国人都成了嫌疑犯 他们的收音机被没收 县治安官逐一提取了他们的指纹 随后政府发布了紧急情况应对措施通告 罗斯福说 我承认这有违宪法 但这在军事上是十分必要的 他们被三三两两地赶往远在犹他州沙漠 或者俄勒冈州雪地的安置中心 美满的说法叫收容所 但却令人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 集中营 这些日裔美国人始终在为美国效忠 其中六千人成为了太平洋战区的翻译 将近两万人加入了欧洲的反德队伍 其他人则在战争结束后恢复了自由 1942年美国参战 1100万美国民众应征入伍 600万妇女代替那些入伍的男人 进入兵工厂工作 罗斯福定下了一个惊人的生产目标 六万架飞机 七万五千辆坦克 以及一千万吨船只 这就是胜利计划 但是胜利遥不可及 还是个未知数 美国人有点泄气了 必须想办法鼓舞士气 轰炸日本 但怎样轰炸呢 一个大胆的计划应运而生 美军大黄蜂航空母舰 搭载16架B-25轰炸机 靠近日本 如此巨型的飞机 从狭窄的航空母舰上起飞 还是第一次 此次骑袭行动 由空军上校吉米·杜利特指挥 他曾是一位著名的竞赛飞行员 前往日本的飞行旅程非常漫长 杜利特的飞行中队 面临燃油不足 甚至有去无回的危险 装上燃油和炸弹后 笨重的飞机从甲板上 摇摇晃晃的起飞了 电影《东京上空30秒》 讲述的就是这次任务 数吨炸弹只造成了微弱的破坏 却重创了日本帝国 一些美军飞行员遭到了日军的报复 他们被当作战犯受审 其中的大部分被判处死刑 东条英基和山本五十六认为 美军的突袭证明了日本有必要 将防护阵地向东扩展 他们的计划是攻占太平洋中部的 美军军事基地中途岛 随后拿下本该在六个月前 就属于他们的珍珠港 可日本人并不知道 美军已经破译了他们的军事密码 知晓了全部计划 美军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将军 决定保卫中途岛 他部署了伏击方案 召集了全部的航空母舰 但仍不如山本五十六的多 此时山本五十六已经出发了 他率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舰队 两百艘战舰 还有搭载近六百架飞机的 八艘航空母舰 船上有五千名日本海军士兵 以及一位记录战争场面的画家 腾田 腾田是巴黎的著名画家 他回日本是为了报效国家 在美军方面 著名导演约翰福特将记录下 中途岛一战的战况 战斗前夜 他拍下了开战前美军的凝重气氛 海军士兵们都知道 第二天就要战斗了 凌晨五点 福特拍下了日军第一次 针对美军激励的袭击 日军的一枚炸弹落在了福特附近 令他失去了一只眼睛 在前往医院的路上 福特说 我差点就被炸死了 跟我在一起的海军士兵都是些18到22岁的孩子 他们是我见过的最镇定沉着的人 当时我就想 这场战争我们肯定会赢 美军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也都是一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福特的摄影师拍完录像后 他们就起飞去袭击日军舰队了 首先起飞的是第八鱼垒轰炸机中队 25岁的乔治盖伊少尾驾驶飞机朝日军舰队俯冲了下去 美军的轰炸机一架接一架的被日军的大炮击落 乔治盖伊的飞机被击落后 漂浮在海面上 几百米远处 日军航空母舰上一片混乱 他们正忙着给飞机加油 装炸弹 准备发动第二轮攻击 就在那一刻 美军的另一轰炸机中队飞到了日军战舰上空 对其发动了极其猛烈的进攻 并一举炸沉了日军四艘航空母舰 乔治盖伊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 我发现自己周围全是日军的船只残骸 日军飞机在首次袭击中途岛后返航了 他们在寻找自己的航母 但四艘航母已经全部被炸沉了 日军飞机只能在海面着陆 乔治盖伊成功获救 后来成为了民用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美军约克成号航空母舰遭到了日军的袭击 士兵及时对他进行了修补 并且清点了伤亡人数 首尾工作结束后 约克成号准备返回基地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 却遭到了日军I-168潜艇的鱼雷攻击 美军失去了一艘航空母舰 而日军损失了四艘 这是日军的第一次失败 盟军因此士气大振 丘吉尔说 我们重新树立起了信心 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削弱日军的斗志 在中突岛海战中失利的日军 仍然继续往南 向澳大利亚挺进 澳洲大陆迎来了第一场战争 日军已经扩张到了新吉内亚岛 这是一个难以穿越的巨大岛屿 曾经吸引无数探险家前往 八部亚人不再对澳大利亚人伸出援手 澳军在新吉内亚岛面临诸多顽敌 蚊子 红蚁 水质 蛇 还有日军 此时刮打卡纳尔岛引起了美军的注意 美军的侦察机发现 日军正在这座岛上建造飞机场 这将对澳大利亚构成直接威胁 于是美军决定部署一次大规模登陆行动 美国海军在海滩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力量 顺利进入了丛林 而日军已是穷途末路 决定用刺刀以死相拼 他们决定用生命诠释武士道精神的内涵 但是血肉之躯无法抵挡横飞的子弹 在泰纳鲁河口之战中 日军损失了九百名士兵 随后美国海军成功占领了机场 并且争分夺秒为第一批海上空军部队 黑洋中队拓宽了跑道 这里自然成为了日军狂轰烂炸的目标 夜晚日军巡洋舰行进到岸边 接连不断地向美军基地发动攻击 美国海军称之为东京快线 为了阻止日本援军登陆 美军打响了海战 最终日军的一个精英团突破重围 日军参加战斗之前 并没有做好应对热带疾病的准备 后来他们中有一半人死于瘧疾 另一半人则遵循武士道精神 选择了自杀 日军精英团指挥官伊牧大佐 曾用一具古代武士的格言来激励士兵 军人的责任重于泰山 军人的死轻于红毛 刮岛之战才刚刚开始 这是一场消耗战 战火将持续六个月之久 美国海军被困在了这片可怕的绿色地域中 士兵们疾病缠身 伤口也感染了 但是更残酷的考验还在后面 与此同时 苏联红军也备受煎熬 苏联人称之为1942年的黑色夏日 德军继续向东行进 一路上俘获了许多战俘 却没有太大的收获 因为当地居民离开家园的时候 放火烧掉了一切 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 希特勒认为苏军在逃跑 实际上这是斯大林的权宜之计 纳粹国防军每到一个阵 都会经历一次残酷的战斗 举步维艰 希特勒派出了全部兵力500万士兵 但要想赢得这场决定性战役 他大约还需要80万人 罗马尼亚 匈牙利和意大利盟国 为他提供了兵力援助 大多数士兵都是被迫替他卖命 因为莫索里尼的狂妄自大 30万意大利人加入了这场战斗 但最终活着回家的只有1万人 希特勒将目标从莫斯科 转向了苏联南部 他计划让苏联境内的部队 和埃及作战的龙梅尔 以及中东的部队联合 发动强大的前行攻势 包围高加索的石油区域 此外还有斯大林兵工厂所在地 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同时向两方面发动了进攻 之前攻击莫斯科时 希特勒的部队就曾一分为二 一部分纳粹国防军深入大草原 冯克莱斯特将军说 我们前面没有敌人 身后没有后备军 德军抵达了高加索山脉 开始朝美军支援苏联的攻击线前进 但是他们遭遇阻击 最终没能到达那里 与此同时 鲍鲁斯将军正率领德国第六集团军 朝斯大林格勒进发 为了阻止德军坦克肆无忌惮地挺进 苏军甚至用狗来充当赶死队 之前狗皮都用来做靴子 苏联人根据著名科学家巴弗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 想出了这个应对方法 他们让狗饿着肚子 训练狗在坦克下面寻找食物 当德国坦克出现后 他们就会把身上系着遥控炸弹的狗放出去 以此来炸毁敌方坦克 1942年8月 丘吉尔和美国大使哈里曼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 斯大林建议在西部开辟第二条战线 丘吉尔做了一个著名的胜利手势 但他只能告诉斯大林 同盟军无法于1942年在东线施以援手 哈里曼答应提供援助和装备 斯大林非常气愤 因为这意味着他将独自对战希特勒 于是他委派自己的亲信 乌克兰人尼吉塔赫鲁晓夫 担任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指挥官 赫鲁晓夫手段强硬 传达了斯大林不撤退的命令 对逃兵毫不留情的就地正法 但这仍然无法阻止德军抵达斯大林格勒郊外 1942年9月初 德军统帅鲁晓夫抵达了通往莫斯科的铁路线 随后他来到斯大林格勒 占领了中央火车站 德国斯图卡市俯冲轰炸机准备摧毁斯大林格勒 这座城市是苏联的骄傲 是社会主义世界最大的工业城市 拥有花园房子 红色石月等工厂 德军的轰炸造成了数千平民死亡 生产T34坦克的巨大拖拉机工厂 变成了一片废墟 但是这里很快就变身了一个个堡垒 德军只有通过白刃战才能攻占 他们死伤无数 但如果跟苏联的损失相比 这根本就不值一提 就会变成了一片废墟 现在是一片废墟 但是就会变成了一片废墟 传统的转损 在尽管的转损 我们是一片废墟 那么好 有限废墟 这根本就会变成了一片废墟 而且是一片废墟 这是一个健废墟 但是这个小分之转 你还没有到此处 但我可以变成了一片废墟 看来 如果是他们的转损 就会变成了一片废墟 这一片废墟 经过四个星期的顽强战斗 德军最终登上了马马耶夫山岗 在那里 他们可以控制整个斯大林格勒 1942年10月15日 德军抵达此次计划的另一个目的地 福尔加河 苏联士兵只保住了一小片地方 鲍鲁斯将军通知希特勒 第六军已经占领了斯大林格勒 纳粹空军来到了城市上空 为此希特勒专门打造了一枚纪念章 希特勒非常高兴 他将戈林 戈培尔 希姆莱等人叫到一起 对他们大声地说 他说 斯大林格勒是我们的了 任何船只不经我们允许 都不能在福尔加河上航行 这一点毋庸置疑 第二次世纪大战 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 法西斯野心勃勃 杀戮残酷而续心 同盟国力挽狂澜 抗争无畏而坚韧 剥开浓重的历史烟韵 还原尘封的战场真相 百战经典气力节目 真实二战